优优独播剧场——YoYo 按照诊断的流程 克里夫先去了集中在礼堂的患者身边 调查患者的情况 这跟阿斯拉来的医师团没什么区别 可因为克里夫穿着米里斯教神父的衣服 让不少村民想起了被米里斯教团迫害的过去 导致他遭到了抵触 周遭的人都不配合的状况下 要是卢迪的话早就会灰心丧志了吧 不过克里夫完全没放在心上 我才没有话要对米里斯教的 咳咳咳 好了赶快回答我 最一开始感觉到奇怪的是在什么地方 而在看完一连串的患者后 克里夫呢喃了一句 原来如此 貌似顿悟了什么 之后他就跟阿斯拉医师团的主治医生 交流了一下治疗的流程 基本上来说 我们打算同时使用解毒魔术和药 然后观察情况 阿斯拉王国的医生也没什么了不起呢 要是这样能治好 卢迪或龙神早就开始治疗了 克里夫哼了一声 这目中无人的态度 让卢迪跟医生都傻眼了 那么克里夫神父打算怎么做 这点现在才要开始调查 看着臭屁的克里夫 医生的脸都开始扭曲了 卢迪拜托他一定要忍住 真顶不住的话就来骂卢迪吧 虽然之前都觉得克里夫很可靠 但现在怎么有点离谱呢 就连照顾瑞杰路德的诺伦 都不安地看着这边 不过克里夫没有停下脚步 带着卢迪离开了礼堂 他现在搞懂了两件事情 首先根据试边眼的情报 这种瘟疫并不是人神使用某种魔术带来的 其次 这种魔术在斯佩路德族来到这片土地前 从来没有得过 至少活了千年的族长 此前并没有见过 那么问题很可能处在这片土地上 根据克里夫的建议 他们依次查看了村民的农田 屠宰场 食物仓库 还进入了一户人家的住宅 询问村民料理这些食材的方法 当然身穿神服装的克里夫 受到了一对母女排斥 可她并不理会一直质问到他们回答位置 快点回答我 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卢迪有点担心学长的心理状况 不过克里夫倒是很放得开 卢迪乌斯 不用担心 他们害怕的并不是我 只是在害怕这件衣服而已 要是我穿着这件衣服治好病的话 他们也会重新改观的 没错吧 妈 老一辈不好说 不过年轻一代确实会改观吧 之后他们还查看了村子里的水池 水井 仓库 建材厂 垃圾厂等等 这些设施都跟人族的没什么区别 甚至还打理的挺有趣 几户人家中 还有花或者花作为装扮 看着非常热闹 有居家感 卢迪想着 假如能拿这些作为宣传 应该能降低不少人们 对于绿法魔族的抵触吧 当然这些都要在传染病解决后了 天涯七下之时 他们正好回到了诊所 克里夫让祖母拿来了药箱 听着卢迪乌斯 病的传播途径 我已经有底了 根据识别研的指示 这片土地上 并没有能作为病原体 又又使人发病的食材 而且七星历卡的情报还指出 这些食材还都非常好吃 不管是什么 都是用这种感觉来表示的 是含有非常高密度魔力的 可口的番茄呢 关键点就在这里 这片土地的魔力密度非常高 因此食物的魔力含量很高 在魔法都市的时候 用罗迪的土魔术 制成了土壤 种出来的食物 味道也非常棒 也是同样的原理 而摄取的过量魔力 一般会被排泄出来 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危害 这一点 无论是斯佩路德族 还是人族 都是一样的 但这片土地的魔力含量 高过头了 如果持续摄取的话呢 不仅是十年二十年 要是一百年两百年 都持续摄取着高浓度魔力的话 会变得怎样呢 因为患病的 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而小孩并没有那么长的时日 禁食这片土地的食物 所以克里夫提出了这个假设 他们此前见过 摄入魔力过多 无法排除体外的例子的 那就是小说十四卷中 没有魔力 也无法排除魔力的七星 患上了杜莱病 根据摩羯大帝的情报 这种病流行于两万年前 而且在之后就被根治了 两千年前 才转身到这个世界 病只在最近两百年间 轮回的龙神 不光是治疗法 恐怕连病名都不知道 不过波符的地方也很多 瑞吉路德先生到这个村子来 应该还没经过那么多时间才对 的确是呢 不过他有被冥王维塔的本体 平移过吧 说不定是因为这个关系 不管怎样 有试试看的价值吧 说着 克里夫拿出了一个袋子 里面是治疗杜莱病用的索卡丝草 以及可以加强药效的红色果实 但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卢迪也不甘心意用药 而克里夫迟疑了一瞬间后 就果断地走出诊所大喊 你们的病 我有一种药想试 有人愿意喝的吗 一个人就好 不保证 喝了就会好 医师们看着克里夫 面色铁青 当然大部分的村民都反对 使用米里斯教徒带来的药 卢迪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来喝 这时摇摇晃晃的瑞吉路德 在诺伦的支撑下走了过来 有锐利的眼神看着克里夫 村民们质问他 真的要喝那种来历不明的药物吗 医师团也觉得 克里夫没有经过正规的医术教学 不可信 不安的情绪弥漫着整个村子 但瑞吉路德的一句话 让所有抱怨的人都闭上了嘴 你们想全死光吗 他说克里夫是卢迪乌斯带来的 所以他会相信 要抱怨的话 就等他死了之后再说吧 之后没有人再提出反对意见 那瑞吉路德先生 你就来喝药吧 我话先说在前头 也有可能会恶化 甚至死亡 没问题 我也已经活得很够了 死不足其 之后陆陆续续地有病人举起了手 说要一起喝下药物 我在摩大路被瑞吉路德救过 既然那个时候死过了一次 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虽然米里斯教不可信 但瑞吉路德是一族的英雄 大家决定相信他 最后组长也举起了手 用冷静的语气说道 神族的青年呦 我对方才对你的态度和发言道歉 请救救村子 嗯 交给我吧 在最后接下了这句话 克里夫用力地点了头 喝完药后 所有的病人都睡着了 卢迪不认为单靠索卡斯茶 就能治好这种病 不过也得看明天的情况了 当天晚上 卢迪跟诺伦都守在瑞吉路德身边 诺伦不安地询问哥哥 瑞吉路德真的能治好吗 卢迪也说不好 不过既然学长打了包票 就算明天有点勉强 总有一天会治好的 瑞吉路德先生活得到那时候吗 没问题的 你可能已经听说过了 瑞吉路德在拉帕拉斯战役的时候 被超过千人的军队包围都活了下来 是不会死在这种地方的哟 为了消解不安的气氛 卢迪转移话题 跟妹妹聊起了毕业典礼的事情 那么重要的活动 她竟然错过了 该怎么向天国的保罗解释才好呢 诺伦倒是觉得 卢迪没必要特定来看 毕竟她成绩也不是很好 不是作为年级首席毕业的 不过毕竟当过学生会长 演讲之类的还是有吧 那个是有致辞的 不过中间吃了螺丝 而且从台上散来时还差点跌倒 实在是惨不忍睹 真的很有妹妹的风格呢 可以的话 瑞吉想录下来 然后放到保罗的墓前放给她看 路伦说学生会模仿了克里夫毕业那年 瑞吉跟许多人展开的决斗 举办了斗技大会 学生会出前为获胜者准备了很多的奖品 场面非常热闹 而且在众人的起哄之下 优胜者奖品变成了 可以获得诺伦会长的热情一吻 把气氛炒到了极致 这卢迪可坐不住了 那亲了吗 在 在脸颊上 这对一般人没什么 但是诺伦羞红了脸 倒在了地上 获胜的人 说什么一生都不会忘记 不过我现在就想忘掉了 卢迪想把那人的住址 跟电话都挖出来 然后让他连同记忆 从这个世界上蒸发 不对 这个世界好像没有电话 总之大会算是成功了 诺伦也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 哥哥 嗯 谢谢你 两人品尝了卢迪煮的芋头后 便开始睡觉 等待明天的到来 只是卢迪煮的芋头不好吃 被妹妹抱怨了 隔天两人醒来 并前往了诊所 打开门时 奇妙的景象震惊了他们 昨天还如同守灵版的诊所 现在充满了活力 大家的脸色都非常不错 医师团的主治医生 开心地跑来跟卢迪解释情况 克里夫制作的药非常有效 昨晚喝了药的病人们 都突然感受到了变异 排出了水蓝色的大便 然后就迅速恢复了精神 现在医生们正给病人分发药汤 哎呀 之前怀疑他真像个笨蛋 那可是连诅咒都能打破的天才 克里夫格里莫尔 之后医生回到了岗位 继续照顾患者了 不过卢迪的注意点在另一点上 卢迪乌斯 正好老板走了过来 你看到那个粪便了吗 不 还没 他轻声告诉卢迪 那是冥王分身的尸体 这时卢迪想到了一种猜想 其实冥王早就治好了传染病 只是为了威胁 而用分身造成了村民们患病的假象 就算死了 也用最后一起 让分身们持续工作 而在肠道内驻扎的分身们 现在被克里夫配置的汤药排泄出来了 和你说的一样 挣扎出来的呢 龙神有些欣慰 直到这一刻 冥王才算是彻底被击败了 克里夫整晚都在照看病人 因为过于劳累 在凌晨的时候睡着了 瑞杰路德则已经醒了过来 卢迪向老板低头敬礼后 便前往了恩人的身边 在诊所的深处 瑞杰路德做起了上半身 占脸色很好地吃着饭 而在到达的瞬间 诺伦便抱住了他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瑞杰路德有点尴尬的样子 擦了擦嘴边 然后摸了摸诺伦的头 看着这幅景象 卢迪眼角闪起了泪光 瑞杰路德 已经没问题了吗 嗯 虽然不能使枪 不过没有问题 瑞杰路德说 又受卢迪照顾了呢 卢迪则回答 还没完全治好 千万别大意了 不过 我要先跟你说好 卢迪无私 瑞杰路德露出了认真的表情 治好之后 我要成为你的力量 卢迪感到非常兴奋 真的非常开心 这么多年过去 终于又能跟瑞杰路德 成为伙伴了 他抑制住发热的眼眶 把手伸了出去 好的 今后请多指教 彼此彼此 多多指教 瑞杰路德 温暖而有力的手 握住了卢迪的手 又过了两天 重症的人还必须躺着 但也在逐渐恢复 而轻症患者 已经能够正常生活了 孙庄逐渐恢复了元气 卢迪还给瑞杰路德 跟诺伦做了一道 日本传统料理 生鸡蛋配酱油加米饭 引来了二人的好评 不过在最后 还是被妹妹凶了 不过吃生鸡蛋会弄坏肚子 最后用一下解毒魔法吧 请你不要把需要解毒的东西 给大病出狱的人吃 当然问题并没有全部解决 针对森林恶魔的讨伐队 还在组建当中 卢迪征求了村民们的意见 果然 大部分人不想离开 常年居住的土地 于是决定利用转移魔法镇 前往逼黑利尔王国的首都 跟国王丹面谈判 目的有二 接受斯佩路德族 以及解散讨伐队 克里夫跟祖母 会在村子里继续观察情况 诺伦也打算留下 照顾瑞杰路德 桑多尔会去第二都市 跟情报商人会合 而杜加则作为卢迪的护卫 一同前往首都进店国王 那奥尔斯蒂德大人有何打算 卢迪询问龙神 他现在带着隔绝诅咒的头盔 在村子里游荡 我要留在这 克里夫格里莫尔 正在进行有关传染病的调查 下次开始 说不定能治好 跟卢迪交谈期间 不少斯佩路德族的孩子 都天真的拿着动物皮毛 制成的球扔向龙神 既然是交涉 我也就没必要去 也是呢 就算说有能封住诅咒的头盔也 砰一声 又把球拍了回去 不可能把讨厌的诅咒 完全消掉呢 嗯 砰一声 球又被扔了过来 然后被龙神拍了回去 起初孩子们应该只是出于好奇心 因为有个奇怪的家伙在 所以试着用球丢丢看这种感觉 但是龙神把球扔回去的手法非常精妙 像是在一瞬间手消失了一样 根本看不到动作 然后球画出缓和的泡物线 恰好掉在孩子们手里 面对这种神奇的状况 于是孩子们跟龙神 做起了揭发球的游戏 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不支持他们吗 幸好这是戴着头盔 假如不戴的话 丢过来的就是石头了吧 没问题 这种程度的话连攻击都算不上 哦 是哦 虽然隔着头盔 卢迪也能感受到龙神很开心的样子 那我出发了 嗯 像阿尔斯蒂德这么说完 卢迪便转身离去 转移魔法阵那边 桑多尔跟杜加已经在等着了 途中刚好瑞杰路德跟卢迪擦身而过 他被诺伦扶住摇摇晃晃地走着 卢迪跟他说了 去逼黑烈王国谈判的事情 到时候可能会带着国家的士兵过来 还请做好欢迎的准备 知道了 我会和组长说 瑞杰路德边说边看着龙神的方向 他被一个个丢着球的孩子们逼到了墙角 看着好像在欺负人 不过龙神不厌其烦地将丢向他的球都扔了回去 所有的孩子都露出了笑容 人不可貌相呢 对吧 卢迪一面笑着一面这么说完 便离开了现场 究竟卢迪的这场首都之旅会如何进行呢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 点个订阅 小兔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无止解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